在北京西郊的凯迪亚克中心 也就是奥运会时候 被称作武克松体育馆的地方 这是北京南篮的福地 跳球比赛开始 这个处理显得有一些着急 看放缩的 没人防了 漂亮 天宇强呢 没有能够过去 突破分球 汉密盾 好球 这是八与队今天的第一个三分 汉密盾凸着打 没错 因为确实 新闻球 有几aining 刘洋初跟住方数 浪出分 看个王晓聚三分 好球 此人三号王晓聚 果然刘晓宇登场 和方硕的这种颜值搭档啊 在夏天北京球迷非常期待的组合 好球漂亮啊 刘晓宇上来 上来的第一次主导的进攻就是完成了助攻 我们再来看啊 一个假挡直接顺下 方硕还是把球交给刘宇 刘宇来 在跟方硕搭档的时候成为了一号位 而方硕去打二 交了一个刚才雅琳斯布置的 雅琳斯布置的拇指上的战术 长传王晓辉 再给海尔美顿出手命中 好球 因为这次的转换打得很干脆 刘宇在北京球刚在主场迎战 八一双路电池的比赛 上半场打成了46比49 八一队呢在客场领先了三分 球队手给方硕拆开中投 好球 温雷蒙两个人呢 组成了球队最强的攻击组合 篮下 这是个两分 好球 放出 打得比较清楚啊 哈密尔顿 在中路直接切进去 他的场数 刚才这次就显示出了 他在同等升高之下 脚底下移动的快速和敏捷 方说再次助攻给哈密尔顿完成扣篮 已经下了许中豪了 富豪不能再动了 所以继续留着 好球 好球 就专攻他这一个点 哈密尔顿发球线接球 打宁洪宇 宁洪宇犯规 这个球 两分有效 面对联防啊 现在外线不准 发球线没人站 方式突起来挺难的 好球 一个人过了三个 连锁 连锁 敞网宇灰 漂亮 就生生的钻进了网窝 雷蒙一点五秒 啊球卡在了篮筐和篮板之间 连锁 比赛 比赛结束 三分的分叉 八一队在客场西败于北京首钢 好球 对